交通部、观光局、百大经典小镇 护照电子即将活动开跑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竹山 正公所也特别推出 2021竹山经典小镇即将加码活动 从即日起到今年10月5号指 只要来竹山镇内13处景点 即将上传公所Apple后 就有机会拿指南公钱母 还有奖金上笔卡可以抽 民众千万不要错过咯 竹山正公所 为了要让更多人看见竹山 特别推出2021竹山经典小镇即将加码活动 即日起到110年11月5号为止 只要来竹山镇内13处景点 即将上传公所Apple之后 就有机会拿指南公钱母 还有奖金共5万元商品卡可以抽 镇长张东姆表示 为了要让竹山走向国际 此次店家也一起动起来 除了参加景点即将之外 各店家也纷纷推出优惠小活动 只要到店家出事几点相关证明 最高有买1000送价值500商品的大优惠 希望借此让大家更认识竹山之美 也能够见识到竹山的丰扣人情味 竹山镇为了配合我们交通部观光局的一个 经典小镇的一个活动 大家特别推出加码活动 够起这个点书 砸几张就可以换这样子的套币了 到达第六个月之后 我们在年底的话会抽出更丰富的奖品 除了我们的交通部观光局有5万块的 这种经典小镇的一个抽奖活动之外 砸三镇工作还更加码什么东西呢 包括有便利商品的1万块 5000块甚至在3000块 不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奖项 那还有什么呢 你看到我们的一些热民杯 热民杯什么呢 有六套组合非常漂亮的一个 统统一次要送给大家 只要20个张以上 年底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抽奖活动 记得上网竹山政公所APP查询 你就可以查得到 活动时间是从5月份开始的 就从5月5号一直到我们的11月 5号为时 总共有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期间 我们举双所来欢迎大家 一起来竹山游玩我们的经典小镇 公所表示 要拿好康友善大步骤 全部完成之后 就可以得到每月即将抽奖的资格 公所将在每个月的15号 公布中奖名单 奖品相当丰富 有指南宫 牛年钱目套笔 经营笔 特资金准等等 另外只要在活动期间 即竹山政绰张达20次以上 就可以参加第二阶段抽奖 将在11月进行抽奖 几月多 中奖几率越高 一定要把握哦 我们这次竹山政公所的加码活动呢 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只要在5月5号到10月5号之间 到我们竹山政的13处的集点的地方 那完成交通部公安局的集张之后 那每天可以集张一次 那只要在每个月的5号之前呢 把当月的集张的次数的画面 截图上来之后 上传到我们竹山政公所的Google表单上面 然后Google表单上面填上个人的资料 以及我们竹山政公所APP上面 个人的会员编号之后 那我们每个月呢 会分别抽出当月的礼物 那在11月5号之后呢 我们会统计你个人在这6个月的期间内 总共的集张次数 那只要每达到20次 就得到一次的抽奖机会 那最多在这半年内 可以得到9次抽奖机会 那我们在11月5号的时候 会公布我们这半年内的 总累计次数的一个抽奖的结果 那最高会有 可以得到我们便利商店 1万元的商品卡 工作表示 竹山镇经典小镇票选 总共有13个景点可以收集 包括指南宫 三菱西森林顺泰度假园区 竹山烟业馆 游客中心 竹山公园 夏平热带植物园 竹山文化园区 车隆浦断存保存园区 游山茶坊 采棉区寝室文化馆 光源灯笼 长散阁修行文化园区 以及小镇文创 竹青亭人文空间 任何一个景点都可以集点拿奖品 欢迎全国民众踊跃参与 居者蔡雪棋 竹山镇采访报导 经典小镇在竹山 天天即将抽大奖 赞 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